根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7月28日报道的消息 俄罗斯知名东方学家、外交官弗拉基米尔·扎哈洛夫 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美国正竭尽全力将中国封锁在不友好国家包围圈之中 中国外交政策的关键在于和印度达成互让 实现中印关系全面正常化 削弱美国干涉地区内政的能力 从表面上来看 扎哈洛夫此言属于针对日美决定起草 首份有关扩大威慑政策的联合文件 已是发表意见 毕竟美日所谓联合文件中表示 将包括关于美国决心 以包括核武器在内的手段保护日本 在看待国际问题的时候 我们不能意气用事 也不能带有个人情绪 而是要结合目前的国际大事进行分析 扎哈洛夫发表中印领土争端 应该互让的言论之前 印度总理莫迪7月8日乘坐专机抵达莫斯科 这是莫迪开启第三任期之后 首次外出访问 而首访的对象正好是俄罗斯 紧接着拜登宣布退出竞选 美日计划发表联合文件 中印外长会面 俄罗斯充当起印度的说客 希望中国可以放下成见与印度达成一致 7月25日 中印外长在老挝万象举行会面 网易外长表示 希望中印能够较正方向重回正轨 扎哈洛夫在这个时候 表示希望中印互让 但是中方却无法忘记 中印加勒万河谷冲突 印度公然违反中印共识 悍然越线挑衅 导致中方四人死亡 一人重伤 原因自然是印度一直坚持 所谓麦克马洪线和约翰逊线 其中 麦克马洪线是1914年西姆拉会议召开之际 由英方代表威廉 亨利 麦克马洪命名 依据是英国探险家为英属印度测量石滑的一条 属于英属印度和中国边界 这是英国单方面对中国的侵占 英国并没有在第一时间公布 直到1936年才出现在英属印度的地图上 1954年才标明属于未标界定 至于约翰逊线 也是英属印度殖民官员约翰逊 在地图上私自沿昆仑山化的一条线 而中印边界的西段传统上 一直以喀拉昆仑山的山脊为界 不难看出 印度以英国殖民时期非法化定为依据 长期在中印边境制造矛盾和摩擦 转头在俄罗斯与美国之间走钢丝 这也是外界将印度称之为 七强派的原因所在 可是 印度不是中国也不会成为下一个中国 虽然印度一直希望自己可以成为下一个制造业强国 但是在印度工业水平并不发达 以及依靠中低端制造为主的前提下 何谈超越中国 更为重要的是 印度眼下引以为傲的制造业 不过是美国一手安排而已 既然美国可以让这些制造业迁移 印度自然可以从印度再度迁出 因此 印度人口中的制造业强国美梦 不过是美国精心安排的一出戏而已 所以 印度不仅要认清中印之间在制造业领域的差距 同时也要明白中印边境问题是历史遗留问题 印度如果继续以英国殖民时期的非法标注为依据 相当于开倒车 不仅无法改善中印关系 同时也会进一步挑起冲突 同时真正应该在边境问题上让步的是印度 而不是中国 这一点印度必须搞清楚 俄罗斯同样得搞清楚 中文主席